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 今天的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菲律宾呢 是近几年台湾这边兴起 大家都非常喜欢去游玩 去学英文的一个国家的选择 那么对于菲律宾这个国家 您的了解有多少呢 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 邀请到专家 他是菲律宾观光部台湾分处 资深的观光行销官 曾雅慧曾经理呢 要来跟大家聊聊 菲律宾这个国家 我们再度欢迎曾雅慧曾经理 嗨彼得 大家听众各位好 是其实呢 曾经理对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了解 真的非常非常的深 本身来来回回 菲律宾应该次数非常多次了 有超过20到30吗 有 次数很难顺啊 应该说本身来来回回有20年 20年 那一年大概也是个两三次以上吗 差不多吧 大概快破百了 也许这个次数快破百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想邀请到曾经理来跟大家聊聊 菲律宾这个国家是再适合也不过啦 而且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主轴 是有关于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的 就是美食的议题 讲到菲律宾 你联想到哪一些非常可口的美食呢 其实先讲到美食之前 就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有关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的背景 之前也曾经被西班牙 被美国以及日本短暂的统治过 所以菲律宾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 也曾经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 对吗 菲律宾除了受到这些殖民国的影响以外 在这之前还没有被殖民以前 中国就已经到这边来经商了 因为菲律宾是多岛屿国家 所以我们的港口贸易非常的兴盛 所以中国人早在这个西班牙入侵 15世纪是13世纪那时候就有那边的人过来经商 甚至于开始移民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们的食物呢 受到中国西班牙美国还有这个马来印尼 这一边的这个食物 对都在附近 然后已经综合融合了各国的一个美食 所以我们是多元的一种美食文化 是也许各国的美食的文化哪一点哪一点 发展出属于菲律宾口味 属于你们菲律宾的独特口味的美食 所以今天也借此机会 要来将这些美食推荐给大家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菲律宾那边去旅游的话 有哪一些是必吃的呢 首先提到菲律宾 我想很多人会联想到的就是手抓饭的这个部分 手抓饭 手抓饭事实上是 应该说早期原住民 那个时候时代还没进步 我们没有工具 不像中国人用筷子 或者是说西方人他用刀叉 那现在我们当然是用这个 我们用刀 我们用叉子跟汤匙 也有筷子 因为中国这个在我们菲律宾 人口是非常多的 那手抓饭当时呢 呃 是因为时代没有进步 原住民用他来吃饭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用他的这个三 其实上是四根手指头 少了你的小拇指 你用这个食指 无名指 中指 这样子 还有大拇指 在这个饭啊 还有菜之间呢 稍微拌一拌 这样比较有味道 是 你的食物 你的菜就会融入你的白饭里面 然后呢 抓起来呢 他就是用大拇指这样 推到他的口中里面去 通常食物都是铺在这个香蕉叶上面 然后是全家 我们菲律宾真的是一个很家庭的 这个家庭化的 很重视家庭的一个民族 我们就全家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就这样子抓抓抓 然后同时也有那种云指的这种快感 所以呢 呃 即使我们现在时代进步了 对 我们有一些这个 有特色的一些餐厅呢 文化传统的一个餐厅 它也是会 呃 让你用手抓饭的方式 试试看 来吃我们当地的一个料理 嗯 也算是到当地之后呢 呃 可以的话 你也必须要去尝试一个当地文化的一个步骤 嗯 手抓饭 对 非常非常特别 诶 还有一道举世文明的这个 勒穹 勒穹 勒穹是什么意思 勒穹事实上是我们菲律宾的烤乳猪的意思 太棒了 菲律宾的烤乳猪呢 呃 它 功夫要非常的多 嗯 它把这个猪呢 这个 呃 窄了之后呢 内脏要掏干净 嗯 然后再填入一些香料啊 香蕉叶 然后在炭火上慢慢的烤 嗯 那最重点是 它的皮可以烤的油油脆脆的 嗯 嗯 所以它是边烤的时候一边淋油 嗯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那个肉的部分呢 还是多汁的 嗯 熟了以后呢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酱料 嗯 这个酱料是用猪的那些内脏 嗯 尤其是猪干支这一些内脏呢 剁碎 嗯 嗯 然后加上这个呃 醋 嗯 然后还有这个醋跟糖是最重要的那个呃 呃 醋子 嗯 还有一点点酱油 这样子还淋 讲得我都快要流口水 对啊 然后呢 嗯 这个皮脆脆是大家最爱吃的 对 大家一定先抢皮 嗯 然后里面那些肉呢 这个就是它锁住它的那个汁在里面 嗯 肉汁 对 这样子的一个雷脆呢 嗯 在庆典的时候啦 生日的时候 party 婚礼的时候 只要一端出来 大家都开始 哇 是啊 很引领期盼 等的就是这一道 真的 我的口水一直流 我想这个时候 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吃饭的话 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会蛮辛苦的 真的 刚刚 曾经理讲到了这一道烤乳猪 菲律宾当地叫做lechon 哇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到菲律宾旅游 应该一定吃得到的就是这个烤乳猪的部分 而且菲律宾的烤乳猪呢 很厉害的就是它的外皮可以烤的脆脆焦焦的 对 然后里面的肉汁也锁在里面 嗯 有肥有瘦 是 哇 然后外面的这个sauce呢 又非常的有南洋风 嗯 而且我忘了刚刚说 嗯 这个最有名的烤乳猪在树乌这个地方 哦 那里是好吃的 对 那是最有名的烤乳猪 那再来就是我们马尼拉 嗯 这两个地方是盛产烤乳猪的地方 嗯 所以有机会到树乌或者是马尼拉 这通常都是台湾人最会去的两个地方 对 除了长滩岛之外 是是 对 最常去的应该就是马尼拉这个首都是一定会去的 再来就是树乌 嗯 有机会到菲律宾旅游呢 诶 烤乳猪 Lechon 这道美食 我们一定要好好找个时间来品尝一下 不要问节导游吃一下就走了 嗯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是 好 节目聊到这边 我们要先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待会还有很多属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持续的要邀请到曾经理来为大家做介绍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 finals